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昨天其实几件重要的事情 其中之一是拜登跟岸田 日本首相岸田然后会面 美国给岸田很高的礼遇 是9年来 日本从来没有过的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其实到美国的 各国正如过疆之急 但是真的能被当成很正式的 国事访问还有国宴这种很少 所以给日本非常高的排场 日本又喜欢这个东西 为什么就拉拢日本 拉拢日本干嘛呢 就是包围中国 所以美日要强化军事同盟 而且美日安保也升级了 将来作战无缝接轨 就可以接着美国打 日本跟着打 另外他们特别强调台海稳定 但是一方面稳定 一方面愿意持续跟中国对话 对话归对话 备战归备战 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被称为防御性的联盟 所以岸田方面也加强抗中 拜登说美日澳把澳洲拉进来 将建立第一次防空网络 所以美日关系延续到日本 就是说美日澳的关系延续到日本 另外为什么就是应对北京的挑战 所以将来会怎么样 日本到底会加入多少 不过澳洲跟英国显然有点排斥 就觉得日本先不要进来吧 我们这个白人三国先搞起来再说 特别是澳洲 一直希望核子潜艇赶快能够弄好 另外北京就谴责 这就是冷战思维 这些作为是冷战思维 还延续冷战时期的做法 不过岸田见拜登以后 误称中国是盟友 然后赶快改口 说不是盟友 美国是盟友 不是中国是盟友 你去跟美国讲中国是盟友 另外美国说他会采取必要的手段 维护台海的和平 而且他在台海和平里面 Campbell说他要扮演 关键保证人 让台湾永远不会有事 因为之前安倍说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老美就说美国要确保台湾不会有事 所以日本也不会有事 我们看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顺大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 两人一起检阅仪仗队重申 美日关系劳不可破 这是时隔九年再由日本首相访美 两国达成军事同盟升级 拜登更宣布美日澳三国将首度建立 联合飞弹和防御网络架构 我还愿意宣布 第一次日本和澳洲 澳洲 会建设一个线组设计 虽然没有明说 但就是要应对潜在的中国威胁 同时也要确保台海南海的和平稳定 两人都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以及两岸和平解决旗舰 毕竟有了俄乌战争前车之鉴 谁都不想沦为下格乌克兰 另外拜登也宣布美英澳AUKUS 伙伴关系将纳入日本加入第二支柱 聚焦研发人工智慧 海底能力害无人机等先进技术 总体而言 美日敲定约70项国防合作协议 升级驻日美军的指挥结构 向龙 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在亚洲 两个含义 一个就是 所有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的结盟行动 它都有一个假想的对象 就是中国 那中国的崛起跟壮大是事实 中国的军工实力的提升 那个也藏不住 可是从一个实力的提升 从一个人变高变强变壮去假定说 他就准备杀人放火 那个是你的认知 所以西方国家把一个变高变强变壮的中国 等同于一个即将要对于这个全世界展开一个霸权 然后侵略 然后采取一个比较攻击态度的一个中国 那个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 那至于西方国家 就美国为什么是这样子去思考 这样子去处理 它跟事实之间的落差有多大 这个是包括台湾人都需要去理解 我想说从1979年以前不谈 1979年 那中国大陆成为呢 成为就是说美国呢 也认可的在地球上面的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后 这40多年来 中国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1949年他建国之后 他没有颠覆过任何一个国家 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形成军事同盟 去任何国家驻军 到现在为止都一样 因此你认为他变高变壮 这是事实 那他是不是要侵略国家 那是你说的是你想的 可他终究是在这样做 那美国为什么这样子做 美国其实在所有今天呢 对于岸田文雄的邀访 给岸田文雄一个这么高的规格去吹捧他 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岸田文雄本身的他的内阁 他的政权其实是不稳固的 他现在呢 在日本的民调支持度 大概百分之二十几 如果不是因为自民党一党独大的 那种的民主专政的形势 他的情况不会比现在的影学好太多 所以岸田文雄是难得 美国收在口袋里面 现在还可以海海可靠的盟友 因为日本的在野党太弱了 日本的所有的 有反战背景的在野党 现在几乎已经快消失了 所以自民党几乎可以在日本万年执政 跟民进党一样搞定了自己内部的派系 他就是最大的 将来台湾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此拉拢岸田是必然的 第二个所有对于日本的在地缘政治当中 的军事角色的提升 就仿佛如来佛 终于授权 让唐三丈把孙悟空的上面的紧箍咒给拿掉了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美日所谓的军事同盟的提升 美日安保是单向性的 是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 可是今天的军事同盟告诉你 是双向性的 将来美国在太平洋当中 不管是关岛 马马里亚纳 或者说受保护的 帛琉 马绍尔 夏威夷 这几个岛屿 距离日本比距离美国都还要近 因此如果以后有事情的时候就是好 我们是军事同盟 你也要保护这些地方 让日本好像突然间变得非常的重要 日本取代澳洲 正式取代澳洲 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纠察队长 副警长这件事情 在今天就确定了 当然他也倒过来讲 美国等于在要告诉全世界 光靠我一个人 要对付中国是不够的 是不行的 你们如果怕中国那就要帮我 至于你们为什么怕中国 你们就自己想 不过当然日本因为离中国近 你现在不管美国也好了 英国也好了 澳洲都很远 日本近 原水救不了近活 而且日本强 又有钱 美国现在国力也弱了 也没钱了 所以日本 本来日本是一直很想出头 大东亚共荣圈 只是被美国压制 二战以后的和平宪法 现在美国自己力量不够了 而且出现一个更大的敌人 就是中国 所以要日本出来 我觉得刚好一拍即合 日本也想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七海你怎么看 我觉得美日这次军事同盟 在升级是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越来越巧 而且这一次是日本这个岸田政府 一直想要做的 他只要建立一个美日的联合 指挥的这个机构 他要做什么 建立联合司令部 事实上南海已经有了 美金坐在南海那边 他是一个四星的司令 所以他是可以指挥南海那个部队 现在日本到现在都没有 日本现在就只能 变成一个补给站 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要他 他所有的 可是你看拜登的讲法 拜登讲了两个重点 一个他还是一个开放性 跟中国大陆的沟通 最重要他讲什么 这个同盟是一个防卫性的 就是他不主动 所以我知道后来到底两边 关系能够升级到什么程度 还要看后期整个发展 后期发展还是变数还是非常多 男学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在美中之间是一个密集的 相互下棋的阶段 密集相互部署的阶段 他企图达到的是一个恐怖的平衡 动态的平衡 所以你说是不是稳定 是不是我们可以靠美日 来确保台海的稳定 虽然说他们要力图确保台海 绝对不会有事 但是这个我觉得 事实上还要回到美中的关系 就是说你今天出一招 他必定会再出一招 你出一招他就再出一招 彼此之间的话 相互的一个竞争关系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相当的一个炙烈跟紧绷的阶段 跟着刚才湘容的话讲 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说 我们都会说这是两权相争 讲得再精确一点 我认为我觉得那事实上 是一个美国的霸权保卫战 因为他已经长期以来 从二战之后 就是一个单极领导权事件 他就是一个单独的霸权 但很明显感觉到 这个区域的霸权当中的 一个是欧洲的担心的俄罗斯 一个是印太担心的中国 中国的崛起速度 比他想象中来的更快 所以他就用尽办法 就是要想办法先圈住他 牵制他 打压他 而且这个中国的崛起坦白说 因为我觉得不足以构成 两强的原因在于说 你的军事实力也好 你的这个半导体的实力也好 坦白说距离美国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美国很有警觉心 很有危机感 可能跟他过去的例子 从苏联的例子到日本的例子 有些是在军事当中超越他 外太空超越他 有些是在产业经济超越他 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提高警觉的话 可能中国就会成为 未来的苏联加日本的结合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让中国不要壮大 就在他可以跟美国竞争之前 先把他打趴 我觉得大概来说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 必须要那么积极的去 圈那么多的粉 圈那么多的盟友 你从这一次也有人去中国大陆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担心的已经不只是什么 中国在南海跟菲律宾之间的 什么岛礁之争而已 他的整个的 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产能过剩 这产能过剩也是他的定义而已 人家生产的多 人家卖的便宜 人家品质好 大家爱买 对你来说过去福特倾销全世界 过去的话 日本的Toyota倾销全世界 都不叫倾销 你就叫做倾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义问题 但总而言之 中国大陆的目前电动车也好 电动车的电池也好 这太阳能也好 通通的廉价卖到全世界去 确实对于美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对拜登来说 他现在选举最糟糕的一个 就是经济问题 今天还被川普消遣 说那个CPI比想象中的数字 还来得高 他说你看这个全世界 什么美国游戏以来 最糟糕的总统 连个经济都搞不好 昨天美股开盘大跌500点大跌 对 就是因为他的CPI指数 核心CPI指数比想象中中来得高 通膨很顽固打不下来 所以我的意思是对拜登来说的话 他跟日本之间 他为什么叫做全面性的伙伴关系 而且他今天的联合记者会 上面讲得非常的白 他跟日本是全面性的伙伴关系 合作从地球到月球 从展业链 从产业链就是半导体的部分 到价值链到战略链 然后从第一岛链到第三岛链 因为他把澳洲也拉进来 所以我认为其实目前看起来 美国就是用尽全力的方式去 去巩固去部署 不管你是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不管你从半导体到战略到什么价值 我通通都有人在这边帮你守着 目前为什么都那么大 我认为跟美国的总统大选有关 我想这是最根本的 但是说未来会怎么发展 他会不会再跟前段时间一样 突然间跟习近平通电话 突然间又交好了 突然间又把台湾当作另外一种棋子了 我觉得未必不会 所以回过头来讲 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待会我们要聊更多 就是马锡之间 他们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说两岸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 而不是美日非共管台湾 这是一回事 但是因为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它不是只是在军事上 我们看到在香港 香港股票从3万多跌到一半 所以欧美是联合起来 把香港股市整垮 就是这样整 把你整垮 然后欧美联合起来 在大陆上不投资 想要唯独你的半导体 唯独你的高科技 然后甚至你想外销 你的厉害的你的太阳能 你的光电 你的离电池 你的电动车 在国际上那样杯葛 欧洲先杯葛 美国再杯葛 所以大陆现在面临的经济状况 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险 我也在问我说 大家都说不好的时候 不是应该好吗 他就要看你不好多久 欧美这个国家 唯独你看你把你打压多久 能打压多久 打压你多久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势 也是非常的艰难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昨天马席第二次会面 蛮久 待会注意蛮久 有没有提中安民国 有提了 不管是口误还是没力的错误 另外有没有提中个表 有提了 双方可以口头表述 好 那么这是二会了 重演四季之卧 2015年的时候 在新加坡Sangri La大酒店 昨天是在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 一举一动大家都注意 原来开始说哪个厅 福建厅 台湾厅 当时说如果福建厅还好 台湾厅好像有两次豆腐 结果人家在东大厅 既不在福建厅也不在台湾厅 然后两次比较有什么差别 当然习近平跟马英九说 你都没变 九年来都没变 那一会的时候 两个人握手81秒 81秒是很长的 我还没有跟他握过81秒的手 81秒 一分半差不多 你怎么握个一分半 那时候我们在现场 你没有办法 记者要求 那个是全世界的媒体 好吧 这边拍完那边再拍一次 那边再拍一次 那个没有办法 那是80秒 这次15秒 那那个时候 江东讲的 全世界的媒体有600个人 光台湾媒体就去了256个人 那这一次媒体不到50个人 台湾媒体11个人 不过这是有意限定 限制 因为那是在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基本上采取 比较开放的态度 我也不懂为什么老是要限制 也是限制 台湾只限制六个媒体 所以这个11个人 媒体不多了 没有那么多 好 那么内容 马英九他 特别我们就注意到 昨天他们在 我们在录影 在看 突然看到 他们就把现场播出来 他们就把现场转过来 看到马英九说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 历经百年的屈辱 然后后来等到 正式要播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一段 我说刚刚那段怎么不见了 我说不要 我就是要那句 整个重点就是昨天那句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 历经百年的屈辱 这是中华民族也有了 中华民族也有了 而且也符合史实 也符合历史 因为中华民国113年 对不对 比共产党早38年 而且的确建国以后 也历经各种的屈辱 所以孙中山才在他的遗嘱里面 讲说要联合世界上 以平等代表制民族 共同贯彻 对不对 共同奋斗以求贯彻 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 所以那时候的确还是有 列强来束缚我们 中华民族根本不用讲了 所以一看也没讲错 中华民族也的确 你说单独看 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屈辱有错吗 也没错 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屈辱有错 也没错 不过后来他们说马英九的文字稿 就没有中华民族这个 所以到底是故意的放进去 马英九故意讲错 还是不小心讲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梅丽你觉得 我不会认为这是口误或是不小心 这个是应该经过深思熟虑 在习近平的面前 那样的一个做法恐怕是 他最能够去把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阐述出来的 但我觉得整个看这个马席会 其实从2015年到2024年 9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然我看到我们这几年 其实两岸的关系 其实不断的升文 然后有很多的状况跟问题 所以这一次的马席会 格外国内外大家其实都非常关注的 虽然还是这两个人 但是还有一些不同了 马英九当然就是 已经是卸任的元首了 遵从这个民主体制 然后习近平打破传统的制度 继续连人现在还是总书记 当然习近平有很客气的 说了一句说马英九都没变 我想大家还都觉得 马英九多少还是变了一些 但以他那个年纪还是 以他那个年纪还是算风流倜傥了 当然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马席会传达什么讯息 说了什么话 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非常关注 非常的重要 因此不管是在两岸 或者是民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我们整个台湾国人也都相当关注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马席会也好 或是马富路交流也好 只要其实 只要是相关的蓝银的人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团体 我们到这个大陆去交流 我觉得其实绿营都会放大去看 特别是马英九或者是马席会 对 鸡蛋里挑苦头非常多 包括说他接待规格会是怎么样 陪同人士会是谁 陪了多久 说了什么 甚至哭了几次 什么等等 我觉得统统用放大镜再放大镜 而且带有恶意的眼光去看他 不过我想民党这次 其实应该是要失望了 因为这次是非常高规格去接待 从这个一下飞机开始警车的开道 然后一直到宋涛在第一天 就开始去陪同 同时刚才有讲到 马席会大家猜到底会在哪里 因为在什么地方 它是有象征意义的 这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这个东大厅 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 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 接待很多外国的元首 或是重大的记者会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地方来开的 所以我想这个固定的场所 拿来做这次马席会 相对是有相当的尊重的 而我们看到这次马席会当中 其实马英九谈到非常多次和平 也讲到中华民国 所以我想不管是他在谈话之中 去表达这个两岸分治主权的立场 以及不管他提到这个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加强年轻人交流 那双方应该要珍惜 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价值等等 还有应该有智慧和平的 去处理两岸的纷争 我觉得这一些 其实都是国人所期待的 但有一个重点 这个根据陆委会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88.8% 将近9成的人 是支持维持台海和平的一个现状 但民党做不到 因为他的这个心里面没有民意 他只希望借由抗中 能够获取政党的利益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马英九其实代表 其实类似一个和平使者的状态 也是在520之前传递出 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往和平的方向走 我们试想如果今天大家不沟通 难道要来打仗吗 所以我想520之后 蓝星成的上任 应该怎么走的一个方向 其实这一次的马习会 也给了他一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前导的看法 中华民国一中各表 到底怎样 马英九说什么 我们听听看 马习二会前总统马英九致辞时 这句话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过去 激烈了百年俱入 当着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 脱口讲出中华民国四个字 虽然接着补上中华民族 不过已经在台湾政坛掀起联漪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PO文 马前总统在习近平面前 说出了中华民国 提到九二共识 同时提了各自表述 给一个赞 但也刮胡备注 口误也是一种艺术 同党立委赖世保 则不认为这是口误 民进党立员党团也在脸书PO文 认为马英九一度 因口误而修正中华民国说法 全程以中华民族论述模糊 并取代中华民国 还是质疑他连自己国家的口号 都难以说出口 有失中华民国民选总统之高度 熟悉两岸政治学者则认为 马英九应该就是口误 尤其前总统马英九以前 可是有多次口误记录啊 把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宪法 一国两制都在他面前说了 当时的总统府赶紧澄清 那是马英九在造势场上的口误 因为前面他有先这样说 这一次马英九在习近平前 喊出了中华民国 到底是口误还是技术性口误 在国内也是各自表述 把一个中华民国各自表述 来 这个吴征发言你怎么看 其实民党这次对马英九访中 其实相对的是蛮尊重的 因为毕竟马英九前总统 现在也已经不再有 这个列管的身份 所以他这个去访中前半段时间 大部分我们都是说 尊重他的个人行程 甚至我看到国民党 也有明代说 是不是民党这次 是不是偷偷的觉得也不错 所以都没什么批评 其实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昨天这样子会谈 我们看得出来说马英九跟习近平碰面 包含他们谈话内容 基本上马英九还是在跟 可以说是echo习近平的一个基调 两个人基调基本上是不谋而合的 因为包含习近平讲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其实包含马英九 也多次的来强调两岸中国人 两岸中国人历经30年努力 现在台海越而和平 未来两岸中国人 也要继续一起努力等等 我想这部分 当然是跟民进党我们的立场 以及台湾主流民意 其实是有一点落差 因为包含说政大长期做的台湾人 中国人的国足认同的民意调查 大概台湾现在六成的人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而非中国人 大概三成人认为 台湾人 中国人都是 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身分 大概是在3%到4之间 所以当然这个是马英九的立场 他跟习近平这样的一个 会面谈话出来以后 其实今天出来包含各方的评论 其实也都认为说 这样是不是要把这个球丢回来 给520之后要上任的赖清德政府 因为包含说有国内媒体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马英九先去跟中国 习近平这边有一个善意的互动 现在就看你赖清德会不会跟上 包含外媒 其实纽约时报也有类似的评论 认为马英九这次出访中国 其实习近平借由马英九 来给未来的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互动 要设下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当然也就我们所知道的 政治的前提 也就是中方会希望台湾来这边承认 九二共是一个中国 对民进党政府来说 我们的立场当然是过去蔡英文总讲的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所以民进党是希望 可以跟中国来恢复对话 恢复谈话 但政治的这一块 我想两边的立场有点基本落差 所以未来台湾会怎么发展 我想还是回到刚刚前面讲的 包含现在整个区域的局势 因为当然有评论到说 美日现在也加强了军事合作 是不是有朝向冷战化移动的状况 我们其实看到最近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到俄罗斯参访 其实俄罗斯的外长也说 中国有来表达 希望可以跟俄罗斯来加深战略合作 所以现在在整个亚太地区 大家看到各自拉邦结派 中国跟俄罗斯 美国和日本 但我认为并不会迅速 我们这个区域 就进入一个兵兵战危状况 因为包含拜祈的通话 包含中美恢复军方的交流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 在战略竞争的同时 把局势控制在稳定的状况 所以我想未来520新政府上任之后 是要面对一个挑战 怎么样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下 能够把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把整个台海局势 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况 满久今天早上回来了 回来说了什么 休息一下 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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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